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求我福帮助我 使我成为上帝的儿子能够领受这一切 我们相信上帝的话语 在这凌晨上帝是帮助我的 我福 求我福帮助我 使我能够把这一切全一向上帝坦白 从我自身最困难的问题 从我家庭里最困难的问题 也能够全向上帝一一坦白 使我从上帝这里得到答案 求上帝赐福于我的家庭 使我的家庭获得亮光 使我们能够把这一切全交给上帝 我福上帝 求我福引导我 使我承认我是无能的 使我只得到上帝的引导 我们相信上帝保守住我的内心 上帝引导我的人生 封耶稣的名 感谢 先祝福 祷告 阿们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创世纪一章一节 在座的各位 大家说是认罪悔改了 但是大家的表情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呢 比如说我洗衣服了 我洗好了衣服 这一件衣服怎么还是脏的呢 我认罪悔改了 好多人说我认罪了 但是呢 我身上还是不喜乐 如果大家认罪悔改了 脸上是有喜乐的 内心是喜乐充满的 昨天有位信徒就问我 牧师啊 明天晨庚礼拜 您能来参加吗 我陈牧师就回答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的 我怎么能计划明天我会能做什么呢 如果在今夜上帝召唤我的生命 真言二十七章一节 大家和我 我们眼前 我即将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谁都没办法预知 雅各十四章十四节 我眼前即将发生什么事情 谁都无法预知 好多人很自大 说 哎呀 我明天要怎样怎样 但是 谁都没办法说好明天会怎样 如果靠自己的计划的话 就说明我和上帝 我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就断开了 我们在上帝面前是无能的 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九节 如果我觉得凭着自己能做好什么事情 这时候必定是要失败了 我家庭里不顺利的时候 分明是因为靠了自己啊 提摩带前书六章九节 大家千万不要投靠自己 哎呀 那怎么生活呢 就比如说一辆车 那个司机怎么开这辆车 这车就怎么走 那我的主宰者是圣父圣子圣灵上帝啊 我内心服侍基督的时候 才能得到上帝的引导 那最近不足的普通我平牧师就祷告上帝呀 昨天跟大家做过见证了 首尔来的某个信徒 他说四十段悔改也就不过三四年的时间 从上帝那里领受了那么多的祝福 而在座的各位 大家为什么始终得不到上帝的祝福呢 分明是大家是有过失的 大家不愿意放低自己 大家不愿意降悲下来 我放低自己 谦卑 谦卑下来的时候 一定是有变化的 那我的问题在哪 首先我来认清一下自己的问题在哪 创世纪一章一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起初神创造天地 阿们 大家不要再说谎了 起初上帝创造了什么呢 上帝创造了天地 这就意味着 大家和我也是由上帝创造的 创世纪二章七节都有记录了 是上帝创造了我 是上帝创造了我们每一个人 上帝创造了这世界之后 紧接着就创造了我们 而大家却不相信 如果我们能相信 上帝是创造我的 那这时候我就能放低自己 能放下自己 能处于谦卑的地方 如果我能认识我的主人是上帝 是上帝创造了我 这时候就能放下自己 放低自己 那上帝是居住在哪里呢 上帝创造这世界的时候 就已经和基督在一起 是和基督一起创造了这世界 如果我承认 是上帝创造了我 那上帝让我把这一切全交给上帝 这个凌晨是谁帮助我 正是创造我的这位上帝在帮助我 每个凌晨是上帝帮助我 那我们怎么能遇见上帝 我们是没办法遇见上帝的 唯独靠着基督才能遇见上帝 一定是承认我是罪人 靠着基督的保险认罪悔改了 才能遇见上帝 我们找一下哥罗西书一章十四节 就比如说 因犯了罪 要进监狱了 但是呢 通过某一个特殊的权利 能免死 或者说 免去了这个监狱的话 这种恩典 大家是不是觉得 哎呦 可太感恩了 太感谢了 真的是一定要报恩 那么大家和我 我们面对上帝 有这样感恩的心吗 这就是我自身的问题 大家来认识到吧 在座的各位 我们不感 不感恩 面对上帝的恩典 不感恩的 一点感觉都没有 很是傲慢呀 很是任意妄为 很是自以为是呢 而且甚至还在抱怨 发怨言 结果总是走向败坏了 哥林多前书十章十节 上帝说 凡是抱怨 凡是发怨言 都会立刻死去的 我们每个人 都觉得自己 特别的合情合理 哎呀 这事儿 真的太委屈了 人家 确实 感觉这个抱怨 挺合情合理的 无论在合情合理 上帝说 但凡抱怨 就要死去的 为什么呢 哎呀 您换成我的处境 您试一下 是的 处境再差 也不能抱怨 哎呀 我的丈夫 搞外遇了 小小的工资呢 全去买酒喝 全去打牌 玩牌了 是的 这处境真的很糟糕 尽管再糟糕 也不能抱怨 抱怨就要死去了 上帝是公义的 上帝是赐福于我的 上帝又是饶恕我的 而上帝 上帝却告诉我说 如果抱怨的话 就一定会死 甚至有心说 哎呀 结婚四十年了 我没有花过 丈夫的一分钱 而且每天 这丈夫还在搞外遇 这种处境 我怎么能不抱怨 无论这处境 多糟糕 也不能抱怨 抱怨的话 就立刻死去的 为什么上帝 这样告诉我 因为这一切 是我自己种下的 是我的祖上 种下的恶果 我的祖上 就这样 糟糕人家的家庭 糟糕了 别人的生活 我祖上 种下了这样的恶果 使我如实地 受返还 所以 上帝是公义的 正是我的爷爷 正是我的父亲 所种下了这样的恶果 导致我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身上全有着祖上的罪过呀 如果我不认清自己的罪 如果不认清我祖上 所犯的罪的话 我照了镜子 镜子里照的是黑乎乎的 那我要承认 我原来是黑乎乎的 不能把眼前的镜子 给打碎了呀 所以 我遭遇的这一切 就是我自己 就是我的处境 而我却不承认 不这样有认知 所以上帝说了 明白过来吧 认识自己吧 在座的各位 首先来认清我自己 好多人说 哎呀 我的命怎么这么的苦呢 甚至好多说 哎呀 我们祖上一直信耶稣 我信耶稣都五十年了 别再自己欺骗自己了 首先来认识自己 首先要有的 首先要获得变化呀 首先认识到自己的罪 向上帝认罪悔改吧 谁创造了我呢 大家和我 咱们都是罪人 我们是要投靠基督 靠着基督的保险认罪悔改 创造期一章一节 上帝创造了我 而我一定是要靠着基督 才能得到上帝的帮助 哥罗西是一章十四节 我读一下第十四节 我们在爱子里 这爱子就是基督啊 加拿大师三章十六节 我们在爱子里 就是任何人只要在上帝的儿子这里 就得蒙救赎 罪过得以赦免 靠着基督使我的罪得到赦免呀 这不是靠着咱自己的 是全靠基督的保险 全靠上帝的恩典 靠着基督的保险 使我的罪得到赦免 这就是要做四节段悔改 尼西米级八章九章 全记录了四节段悔改 第十五节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阿们 上帝把生气吹进了我们的鼻孔里 而上帝的这形象就是基督啊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是守生的 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所以基督在创世这以前就已经存在了 我们呼唤阿们 第十六节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 是谁创造了呢 基督创造了我呀 就不是说 在这世上我们想遇见总统 我们也不可能随便就想见就见了 我们去上班的单位 想见自己的老总 也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一定是要通过一些 一层一层的关系 才能遇见自己的老总吧 是上帝创造了我 创世纪一章一节 那么这时候就要认识到 是基督创造了我 基督创造了我 如果我不承认基督 或者不认识基督的话 我和上帝是没办法 确立起任何关系的 每个凌晨上帝帮助我 而我有没有承认基督呢 如果我承认基督 我就要承认我是罪人 我的罪只有靠着基督的保险 才能得到赦免 赐予我祝福的是上帝 使我得到祝福的 正是这位基督啊 如果我内心有基督活着的话 那么基督是要把好的一些 全给到我 而大家呢 大家为什么一丝喜乐都没有 脸上甚至都是僵硬的 是硬邦邦的呢 上帝创造了这世界 为的是把这一切好的全给到我 创世纪一章 大家都可以读一下 上帝创造了这世界之后 就已经把一切好的全给了我 而大家 大家的表情呢 一直在反问 哎呀 我怎么什么都没得到呢 所以是我出了故障 如果我获得了信心的话 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 如果我们获得了信心的话 如果我内心没有疑惑的话 如果我们真心地做了四阶段悔改 只要我属于基督的话 我就要相信 这一切我已经得到了 因为上帝是把这一切都给到了我 所以上帝说这一切 这世界就是属于我的 我们找一下 格林德前说三章二十三节 我属于基督的时候 这世界就是属于我的 而我心里为什么存不了这样的心呢 是因为我心里装满的是贪婪 好比就像动物世界里的动物一样 大家知道猴子 为了吃一个苹果 它把手放进这个 装了苹果的这个玻璃瓶里 但是呢 苹果太大了 从这个玻璃瓶里出不来 它如果放下这个苹果的话 它的手是能出来的 大家和我内心装满了贪婪的话 就因为小小的私欲 导致自己的人生走向败坏 在一个玻璃瓶里放了一个大苹果 然后呢 哪个猴子把手放进那个玻璃瓶里的话 就被人抓到了 大家的心里现在内心放不下什么呢 就家庭里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 大家却放不下 我家的大儿子 我家的小儿子 哎呀 我这个金戒指 我母亲去世的时候 留了那么多钻石 到底是谁拿走了呢 就心里的这个小结怨结仇 全放不下 就像猴子放不下那一个苹果一样 我们每个心里都放不下一根结 就像个动物一样 上帝是把好的一些全给了我 而我心里呢 宁可抓住这个小小的怨恨 也不愿意领受这好的祝福啊 在座的各位 我们脸上的表情都已经说明自己是什么样的状态了 我们平时聊天 去说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呢 说了半天 说了很多 说来说去 最终 全掀开了 全掀开了 就发现里面有什么呀 最终 是什么 哎呀 我家的那位婆婆 我婆婆临终的时候吧 我母亲临终的时候吧 全都是为了一根钱 要么是一个房子 一个房产 我们以为房子就可了不得 哎呀 我的父亲特别有钱 我父亲有一栋楼 三十四层楼 一个三十四层楼 放在一个宇宙里 就都不如一根沙土啊 甚至说哎呀 我父亲可委屈了 我父亲去世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委屈 然后临终的时候呢 特别交代我 千万不让我跟我家的大伯那一家来往啊 然后呢 我还真 真听了父亲的话 不再和自己的大伯来往 那心里结怨结仇了 怎么能得到祝福呢 我的内心要靠着基督的保险全洗净了 既然基督的保险洗净了我一切的罪过的话 过去和我不再有任何关系 我是新的开始 我是成为新人了 我们一起来告白 新的开始 新的开始 全放下 心里的怨恨 心里的纠结 全放下 我们和身边的人相互问候一下吧 全放下吧 全放下吧 是谁创造了我呢 我是罪人 我要靠着基督的保险 我的罪才能得到赦免 所以是基督创造了我 基督的保险 现在也为我留着 现在也在饶恕我的罪过 所以现在我是能行的 因为我的祖上不明白 犯了很多很多的罪过 但是我今天认识了基督 我要靠着基督的保险 洗净我的罪过 我要投靠基督 这时候上帝就帮助我呀 彼得签书一章十八节 我们身上全残留祖上的罪过 父母的遗传全降在我身上了 那么 我在这世上听到的一切 所看到的一切 我自己想忘也忘不到 这位权士 您和您家的婆婆 是不是也结怨结仇 而且为了那一个钱 结怨结仇的 也没能放下 心里还在垫 哎呀 那个房子是给了谁呢 那房产的家产给了谁呢 为什么放不下这一切 为什么宁可 为什么宁可不领受祝福 却放不下这一切呢 我们举起双手 拍拍双手 我们做四季段悔改吧 要有崭新的心的开始啊 每个凌晨上帝帮助 每个凌晨得到上帝的帮助 才能这一整天得到上帝的帮助 全扔掉吧 我们拍拍双手 全扔掉吧 全扔掉 这并不是白白样子 我要承认我是罪人 靠着其他的保险 洗净我一切的过去 使我不再和自己的过去 有任何的关系 全扔掉吧 只要做了四季段悔改 就放下一切 全扔掉 我不再属于过去了 我内心是只有喜乐的 是喜乐充满的 全扔掉吧 再说说各位 大家现在心里平安吗 稍微自以为自己有教养 自以为自己有学问 自以为自己有学历的人 总是放不下过去 马太弗音八章十三经上帝说了 非要像小孩子一样 才能去天国 小孩子是没有教养礼节的 小孩子永远是天真的 我们全要扔掉啊 有些大人说 哎呀 笑的时候呢 要把双手挡住自己的牙齿 不能露牙齿 好像很有理解 好像很有教养一样 哈哈大笑吧 像小孩子一样 我们和身边的人相互问候一下吧 我们看一下自己身边的人 看一下身边的人大大的一笑 我们精彩的生活吧 领受上力赐予我的这一切 是谁创造了我呀 是基督 靠着基督的宝血洗净我呀 只要基督能住进我的心里 创造我的基督住进我的心里 上帝是把这一切全给到我的 是我的心愿获得实现 那每个凌晨 我就要承认 我要靠着基督的宝血洗净我的罪 我遇到困难 我遇到问题的时候 哦 正是我现在没有得到基督的帮助 正是因为我的罪 基督没办法住进我的心里 以赛亚是59章1到2节 我和上帝之间有隔阂 都是因为我的罪呀 所以遇到问题 遇到困难的时候 赶紧承认我的罪过吧 今天讲到的时间 刚刚也就20分 我们现在开始祷告吧 靠着基督的宝血 洗净自身的罪过吧 靠着基督的宝血 洗净自己的罪过 这时候呢 我的罪又洗得越干净 我的罪得到了赦免的时候 我心灵是敞开的 我心灵是大大欢喜的 我们笑的时候 能像小孩子一样 大家知道 刚出生的新婴儿 他笑的时候 可从来没有双手捂住他的嘴巴 刚出生的新生儿 一边拉屎 也不会讲究礼节 也不会讲究教养吧 小孩子就是这样子的 而在座的各位 我们呢 我们总是把自己抬得高高的 好像很高尚 好像很有教养 好像很有礼节一样 这都是太伪善 太伪装 真的是太恶心了 像小孩子一样吧 在座的各位 我们都承认自己的状态吧 我们都像小孩子一样 把全放下呀 我们要从上帝那里领受这一切 上帝为了我 把这一切全给了我 只要我承认我是罪人 只要我做四九段 回改基督就住进我的心灵 上帝创造了这世界 使我领受这一切 哥林多前书三章二十三节 二十一二十二节 这世界 我能承认这世界全是属于我的 这时候我就是属于基督里的人 基督就是属于上帝的 只要我属于基督了 我也能属于上帝 当我能把世上的一切 当成是我的一样 认罪悔改的时候 我们呼喊安门 基督把这一切全给了我 基督是把这一切全给到我 只要我能承认 只有基督的保险 赦免我这一切的罪过 就像我们打篮球扣篮的时候 刚开始扣篮是扣不进去的 需要训练 那么大家和我 咱们也要通过这虔诚的训练 上帝是把这些全给了我 基督住进我的心灵了 只要我做四阶段悔改 只要我靠着基督的保险 承认我自身的罪过 这时候基督就住进我的心灵 上帝为我预备了一切 只不过我现在还没办法领受 而我们呢 总是不承认上帝为我预备了一切 反而在抱怨发怨言 不过我能相信 上帝已经为我预备好了这个 只不过我现在还没有 到时候能领受这一切 所以承认吧 相信吧 上帝为我预备了这一切 只不过我现在还不懂得管理 上帝为我预备的一切祝福 我现在没办法懂得支配和管理 所以我需要虔诚的训练呀 我们静静的闭上眼睛 主啊 主啊 是基督创造了我 我们以为 我们原来什么都不明白 今天刚明白 是基督创造了我 甚至基督创造了这整个世界 基督就是看不见的上帝的形象啊 真是上帝的形象 就是基督啊 只要我做四階段悔改 我靠着基督的保险 承认自己的罪恶的时候 基督就住进我的心灵里 上帝 您是世界的主宰 您主宰着这一切 甚至 主 上帝创造我 上帝也能让我活 上帝也能让我死 只要 今天 我父 求我父帮助我 使我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只真真切切地做四階段悔改 使我投靠基督 使我承认自己是罪人 靠着基督的保险 洗净我的罪恶 使我领受上帝赐予我的这一切的祝福 求我父帮助我 保守住我的儿女 使我们的儿女都做爱国者 奉耶稣的名 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于是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